回味兩年後 中國最高規格馬拉松 賽事之一的 北京馬拉松強勢回歸 秘密麻麻兩萬多人 脫下口罩奔跑 呼吸新鮮自由空氣 臉上樣著幸福笑臉 但北京為效忠執行 習近平清零政策 控管可是言出迷 不是誰想來跑都可以 主辦單位中國田徑協會 祭出史上最嚴格 報名規定 直線住北京的居民 能報名疫苗還得打好打滿 接著提出二十四小時內 核酸檢測音信證明 再來下載北京健康寶APP 看你沒被彈出窗才可以 但北京明明就封控不能出門 超市商店也不能開門 怎麼這些人就能開防疫大門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一個秀 對外就顯示說這個 北京或中國內部 他的這個防疫政策的成功 需要這些活動才能夠讓一般人民覺得說 好像這個生活還是有點希望 展現出來說這個是 這個在完全的精準的防疫之下 所以才能夠舉辦這樣的活動 防疫的成果的一個很重要的宣傳 但為了宣傳國家參加馬拉松民眾付出的代價也不少 回家後全收到要先關七天的通知 畢竟官員還是怕萬一疫情延燒官位就不保 其實為了清零全中國官員都在動動腦怎麼做才能更好 你沒有看錯這裡是豬圈 只是吃喝拉撒的主人不是豬換成人 這可是湖南鄭州官員想出的妙計 豬圈集中營把人當豬管 最近在網路就有人傳出 說這讓黑龍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甘拜下風 說鄭州把人隔離在豬圈裡不錯 問題是那些豬怎麼安置 結果好死不死 中共前退休官員衛兵 回他說安置什麼 不是去開二十大了嗎 莫非指桑罵槐 話傳回黨高層額裡 下場就是開除黨籍 過去好像有黨員的身份 有很多的特權 但是現在發現這些黨員 也開始要人人自圍 在中國的國內裡面 你沒有支持這個習核心 沒有擁護這個習思想 那沒有按照這個習主席 他所要推動的方向來做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被抬走 退休官員衛兵或從口出 但黑龍將審計委員說 是他個人涉嫌受賄 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惡意詆毀黨和國家領導人 才會遭到懲處 無論什麼原因惹禍上身 中國嚴格防疫 可是沒有特權 八十一歲的中國市長 協會副會長陶思亮 他的父親是前國務院 副總理陶住 最近也受不了北京防疫荒唐 又過度在微博開罵 他說自己跟丈夫 到沒有疫情的浙江湖州 參加活動 結果要回去北京 北京還有本土個案呢 但卻因為下載的 北京健康寶APP 痛批彈窗 害得他有家歸不得 痛批憑什麼只准出不准禁 更離譜的是 他跟先生如影隨行 還一起搭高鐵 丈夫卻沒有彈窗 痛批北京防疫缺乏科學性 完全不符合國家精準防疫 防疫為名 其實是在做一個國家 對社會對全民監控的一個演練 這讓我們想到那個義和團 他只要貼上符咒 然後或者是接起這個 夫妻滅羊的棋子 這個就刀槍不入 那現在中共就是這樣 把城鋒起來 人流 車流不要妄動 這個就擺讀不清 只是陶四亮的PO文 見光不久便遭到刪除 就怕引來激憤群眾 熱烈迴響 若今中國防疫政策荒槍走板 官員瘋狂追求清零 卻只能犧牲人民的正常生活 保住自己的官位 近新聞 鴻城右兵 採訪報導